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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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先合掌 先念三声佛 请合掌 那师父念一句 你们跟着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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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掌 我们今天呢 是这个七月法会啊 我们讲这个开示 返家十万亿国土的完结篇 就是第三集 这个题目就是 一心念佛 决定回家 好消息 对不对 今天听完我们都会很开心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回家 而且我们最后还要 送这个地藏殿的绝灵 再鼓励他们一下 因为今天呢 是第五天 明天圆满 我们的目标呢 是圆满 所有的绝灵都要送他们回家 所以最后呢 还要鼓励他们一下 那今天这个 一整个开示啊 师父分成这几个大节 因为我的标题是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吗 那要说服你们吗 是不是 第一个 因为 顺应阿弥陀佛的本愿 因为阿弥陀佛主动的救度 因为阿弥陀佛说 你念佛 我一定接以你回极了 所以我们说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说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就如同什么呢 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都知道 有地球引力 对不对 有万有引力 对不对 知道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懂 苹果掉下来了 就像这么简单 这么自然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也就像所有的水 是不是一定会流向大海 在我们凡夫来看 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必然的事情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就是像这样 第三个主题要问 那师父我要念多久 才能回家 很多人会问 我还有多长的时间 才可以回家 等一下告诉你 那第四个呢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这个一心是什么 那有的人最担心的 就是一心不乱 这四个字 那当然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的一心 不是这个一心 不是禅定的一心 是我们凡夫的一心 等一下你们听就知道了 你们很熟悉的一心 好 那下面呢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怎么跟念佛 我们听起来 好像觉得这个念佛 大概有很多功夫种种 不是的 叫做凡夫本色的念佛 就是原汁原味的念佛 人家说英雄本色 我们谈不上英雄嘛 凡夫有本色 你就这样子念佛 凡夫本色的念佛 决定回家 好 那再下来呢 因为 是这么简单的念佛 所以要用几个比喻告诉你 你不要一直担心害怕 我念佛有妄念 本来就有妄念 不可能没有妄念 我们用这个之前 几个主世大德 很美的比喻 他们用月亮啊 用水流啊 你一听就很明白 用这些比喻 有五个比喻 我分析给你们听 你们就可以知道 念佛决定不要怕妄念 就这么简单的念佛 就可以回家 那往下呢 我今天找了四个 老实 老实 又老实的念佛人 平常 又平常 再平常不过的念佛人 确定 就这么简单的念佛 全部预知实至回家 预知实至哦 这四个老人家 而且他们讲的话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所以呢 我把同样类型的四个 找这四个 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的这种 属性的故事 真实的例子 来证明说 这样念佛就可以回家 然后呢 最后我要跟你们讲 那我们还活在人间吗 距离回家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要怎么过日子 是不是 师父告诉你们 念佛过生活 念佛生活化 生活念佛化 就老实又老实的念佛 而且在念佛当中 所有的一切阿弥陀佛 自然帮你安排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就这样等到 你时间到的那一天 时间到就是我刚才说的 苹果该掉下来的那一天 懂 你就掉到极乐世界去了 就这么轻松自在的过生活 这是我自己 等一下会告诉你们 我有体会 我弘扬这个 纯净土念佛法门呢 将近三年 我自己也在念佛 我自己体会很多 真的你都交给佛 他全部帮你安排 最后我们今天有个环节 因为今天玩节篇 所以我们要一起 来劝地藏殿所有的绝灵 要劝他们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所以我们最后要给他们 念佛十生 然后劝他们 希望明天全部把他们送回家 这是今天的大纲 好 我们先来讲 这个这几天 我都一直强调 为什么我们可以 这么容易的了生死 源自于 阿弥陀佛为我们发的第十八月 这个之前有讲 事后影片上传你们再看 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善导大师说的 他只讲了一句话 你念佛 决定可以往生 简单的翻译就是这样 他只要求你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从几个地方来证明 一个呢 就是善导大师有这几句话 你们一听就明白了 他说 弥陀世尊 本发深重誓愿 以光明名号 色化十方 但时信心求念 上尽一行 下至十生 一生等 以佛愿力 亦得往生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很容易的就往生了 上尽一行 下至一生十生 这个就是等一下告诉你们 你念佛要念多久 你念佛到底要念多久 可以回家 再等一下会说 这个地方证明 就是说 阿弥陀佛 他主动为我们发愿 我们没有求他 上一集我说了 我们没有求他 是他主动的 他本来就救我们的 所以他没有给我们门槛 他主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第一天第二天 诵佛说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这几句话 你们可以反复去看 我每次看这几句话 都很感动 这种佛为我们发愿的心 而且也很白话 我把它念一遍 如果你那两天有参加 看你对这个有没有印象 当时释迦牟尼佛 对不起 阿弥陀佛过去生为我们这样发愿 他说 我要为诸树类 做不寝之友 赫富群生 为之重担 以不寝之法 施诸离树 如纯孝之子 爱尽父母 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 一切恐惧 唯作大安 有印象吗 这几句话 是非常深刻而感动 翻译成白话 简单的讲 就是说 你们没有请我 我主动的 当你们的朋友 他是何等高高在上 我们是何等罪业凡夫 他不嫌弃我们 请问 现在在人间 高高在上 权贵富贵的人 他会跟你做朋友吗 不可能吗 你跟他身份地位不同的 你不是他的朋友圈的人 是不是 可是阿弥陀佛 以最高的一个福 那种果位 他愿意做我们不寝之友 愿意主动的 做我们所有罪业凡夫的朋友 而且赫富群生 为之重担 就是那天我讲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往生 那我们过去生造作的罪业 难道没有因果吗 那当然一切有因果 因为他替我们担 赫富群生为之重担 就是我们过去生 所造作所有的一切因果罪业 障碍你往生的 他都替我们担 所担的里面 包括你应该下地狱的 你应该做恶鬼的 你应该做畜生到的 你应该承受种种痛苦的 他全部替你担 他修到足够 替每一个众生承担 他才成佛 因为他要兑现他的承诺 任何一个众生 你念我的名号 我保证你可以往生到我极乐世界 因为我已经全部替你们修好了 我可以帮你担 所以赫富群生 为之重担 这是他的发愿 要了解这句话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 你看地藏经 讲说那个到地狱 父子相逢 什么 其路各别 连父子都不可能担为 太痛苦了 我上一次有讲地狱的痛苦有多苦 我是你爸爸 我遇到你是我儿子 你要下油锅 我没办法替你下油锅 太苦了 你自己去下油锅了 是不是这样子 地藏经有讲 那在人间呢 我们谁敢打包票 你的痛苦我全部替你担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对不对 是佛 他说 赫富群生为之重担 接着说 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树 你们都没有 你们并没有请我为你们 说这些佛法 种种的一切 你们都没有 叫我帮你们做 可是我主动帮你们做 后面这个很感动 如纯孝之子 孝顺父母 阿弥陀佛把我们每一个罪业凡夫 看成父母 而且是纯孝之子 这个现在在世间叫绝肌 我敢讲这一句 在世间没有纯孝之子 为什么 古代或许还有一点点 可以称得上 纯孝之子就是 不管父母任何要求 他一定做得到 他关心父母的心情 关心父母的一切 仰望着父母 以父母为中心 现在根本没有 叫做纯孝之子的人 连孝顺的都称不上 那阿弥陀佛以他佛果位 他把我们众生 看成父母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 纯孝的儿子 这样来对待我们 是真的这样 佛不妄言 我们不要以为不可能 因为我们众生不可能 你不能因为我们凡夫不可能 就论定佛不可能 佛决定是这样 因为这是他的发愿 他把我们当父母 下面一句 余朱仲生示弱自己 我把你们不是只有当父母 你们就是我 所以既然 我把你们每一个人 看作我自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世间话是不是这样讲 你往生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业障就是我的业障 你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我都替你耽误 我都替你做 我都满你的愿 这是事实 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只要你真正的相信 你真正的依靠佛 你就是念佛 佛真的是做到这样 他把我们每一个人看作自己 下面一句 一切恐惧为作大恩 这八个字是我们最常用的 因为我们凡夫在人间 时时刻刻 在担忧跟恐惧当中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担心这个 忧心那个 害怕这个 害怕那个 无时无刻 不在害怕当中 可是 阿弥陀佛发愿说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不要担心 所有的恐惧 我替你担 你们安心 包括哪一种恐惧 我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恐惧 他也替你担 所以 决定可以往生 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 他发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是无量寿经 的一段话 这段话 真正的说明了 主动慈悲 至极的救度 你们可以背 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 再来 我们为什么说 一心念佛 决定可以回家呢 因为阿弥陀佛 对于我们没有条件 他对于说 你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 什么叫没有条件 没有门槛 也就是说 你不用改变 我等一下会强调 今天全部强调这个 凡夫本色 我没有要求你改变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只要念佛 你只要念佛 一定可以往生 唯一的条件 我不论罪福 我不论修行 唯一的条件 所以 讲到这个 我们通常会用法造大师 这八句话 因为这八句话 说明得很清楚 没有条件 很白话 你们一听就懂 他说 彼佛 因中立弘事 文明念我总迎来 不减贫穷将富贵 不减下智与高财 不减多闻持境界 不减破戒罪业 最根深 但使回心多念佛 能令瓦力变成金 这位法造大师 他是非常有证悟的一个大师 他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在他的窝里面 两次看到五台山景象 后来去朝五台山 确实真正见到 文殊普贤菩萨的 这位法造大师 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立的宏愿 就是 你听到我的名号 你念佛 我一定 把你迎接到极乐世界 我不挑 不减 就是我不管你什么 我不管你是贫穷 我不管你是富贵 我不管你是个下鱼君 你很傻嘛 你很没有智慧 还是你是个高材 在人杰来讲 你是个人材 你是个俊杰 我不管 我不管你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管你的修行 你是一个 这个情愚 学习佛法 叫多闻 像阿滥尊者这样 你是一个精进持境界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罪业很深 你都在破戒的人 都不论 不论这些条件 听到了吗 这些条件 我都不管 我只管一个 但是回心多念佛 能令瓦力变成精 只要你念佛 什么叫瓦力变成精 瓦力就是我们 罪业凡夫 我们现在就像瓦力一样 什么叫黄金 我们常用黄金来比喻佛性 你到极乐世界是成佛 你必然回归到你的 本来本具足的佛性 就像回归到黄金一般的 佛性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是瓦力一样的凡夫 你只要回心念佛 必然可以往生几对世界 必然可以成佛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是 阿弥陀佛的条件 只有这一个 念佛 所以我们敢讲 一心念佛决定回家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日本净土宗开宗主师 他讲的也非常的好 他这样讲 唯以念佛决定往生 这样听得懂 对不对 唯以念佛决定往生 然后 非以心情为决 我等一下解释 非以体验为决 非以听闻为决 决定的决 什么决定往生 只有念佛 他说 不是你的心情 因为为什么呢 有的人修行 法喜充满 其实那是情绪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要被我们的情绪左右 不要随我们的情绪 随之起舞 情绪是无常的 是业力牵引的 是幻化的 是不可靠的 不要管你的情绪 你不要说 我今天 进来念佛 感动到痛哭流涕 我觉得法喜充满 这个也不能让你往生 让你往生的是什么 念佛 只有你不断地念佛 所以他说 不是以你心情来决定的 因为 有很多修行的人 会有这种过程 也不是以你的体验 你体验深 体验浅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也不是 你听闻佛法多 听闻佛法少 都没有关系 只管念佛 我等一下 今天举这四个例子 都证明这一点 只管老实念佛 我们听闻佛法 佛法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坚定信愿 念佛求生极乐的 是不是这样 听闻佛法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 好好的念佛 老实的念佛吗 是不是 所以法人 这个法人上人 这几句 非常的明板 只有念佛 决定你往不往生 其他的都不算 所以往后 你们在修行当中 不管你今天心情好 不管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今天有业障显现 你今天凡事顺利 都不管 你要告诉自己 只有念佛 我可以往生 只有念佛 是这人间最真实的事情 在这个五足二世 所有都是幻化的 因为它都不能恒常存在 真的只有这六个字 是佛的全部功德 是真实的 所以以后你们 在念佛当中 在修行当中 在还没有回极乐世界 之前的念佛 要记住师父说的这样 不要管你的情绪 不要管你所有的一切 只管我继续念佛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念佛 决定可以回家 而且当你念佛的时候 我们是念念 消八十亿邪重 生死重罪 念念 每一念 因为每一念 都是佛的全体功德 每一念都 消这么多的罪 每一念增多少福 佛的功德的福 不是人间的福 不是人天的福 增这么多的福 因为众生难以相信 我们现在恐怕心里 也是有一点难以相信 真的吗 我怎么没有感受得到 凡夫是如此 真的 真实的 因为这是佛的功德 所以 只有念佛决定 这个一定要记得 好 再来 我们要讲 念佛决定 可以回家的自然 我们要用地球上 我们共同的认知 因为我们念书了以后 其实我们人很奇怪 佛讲的 还会怀疑 可是你念书了以后 老师说的 课本上 我们都很相信 对不对 我们相信说 这个科学家的发明 万有引力 地球引力 我们全部很相信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觉得 我们看得到 确实啊 东西都往下坠 那现在这个世间的美容产品 不是这样吗 哎呀 你地球引力 把你的皮肤往下拉垮了 大家都用这个 表示大家认同 那我们念佛决定 往生就是像他这样自然 这比喻是什么呢 譬如说 我们现在还在人间 就是还在树上的苹果 为什么 你有你的因缘果报 你还没有到 你的阳寿还未尽 你还没有到 回家的时刻 你就是在树上的苹果 当你因缘时间一到 你就是马上掉下来 到极略世界的那一颗苹果 就是这样的形容 还有 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 我们都知道 水往下流 对不对 水往低处流 好 这个水包括所有的一切水 高山上的水 河水 湖水 水井的水 地下水 所有的水 最后一定流向大海 这是我们人的认知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念佛就像是什么呢 雨水 为什么 下雨的水 直接落到大海 最快 马上变成大海 大海 象征的也极略世界 象征的佛的涅槃境界 就是 我们 念佛 就如同雨水 一定是落入大海 而且最快 圣道法能像什么呢 地球上 最高的山 雪山 我们这样讲 雪山很高 山上会不会积雪 会 积雪会不会融化 融化还是有水 是不是 好 假设雪山上的那一滴水 它要回大海 困不困难 困难 怎么困难 它得下山啊 它得曲折的这些路途啊 它得可能先入河流啊 然后再入海 曲折 遥远 困难 这个象征什么 圣道法门 因为佛的法 都是要让你成佛的 释迦摩尼佛说的任何一法 都是要让你成佛 都是要让你回到大海去的 但是 当你选择了圣道法门 你就是选择了 你作为 雪山上的 雪水 你会曲折 你会遥远 你会困难 你才能回到大海 可是当你选择了 净土法门 你就是雨水 你马上落入大海 就这么快 这么直接 这是一个比喻 这样听得懂吗 好 那当然呢 再傻的 我也要选择我做雨水 我选择雪 山上的雪 水 我要何年何月何日 才回到大海 是不是 好 这个是 比喻说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好 下面呢 就是我们讲 那我要念佛念多久 可以回家 是不是 好 很多 还有人问我这样 师父 我可以跟阿弥陀佛求说 我要提早回极乐世界吗 我跟他说 一切由佛安排 一切由佛安排 为什么呢 圣导大师有说 念佛不问时节久境 时节就时间了 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这样讲 比如说你们现在 听闻到净土法门 你开始念佛 我决定要回家 对不对 好 你阳间的寿命 还有五十年 哎呀 长寿 还有三十年 你念佛念多久 你就是念五十年 你就是念三十年 念到你最后一口气 佛来迎接你 回极乐世界为主 为止 这个就是你的念佛时间 假设你的 年纪大一点了 你现在已经七八十了 可能只剩五年的寿命 好 那你念佛时间多久 你就是念五年 那么假设 你已经要零终了 你快要死了 你之前都没有听到念佛法门 就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跟你讲 有这个法门 有这句佛号 你才听进去了 你才相信 这个叫临终之机 也就是我们 观无量寿经说的 下品下生说 为什么念一生 念十生 可以往生 指的是这样的人 指的是说 他已经要临终 要死亡了 这个时候才听到佛号 这个时候他相信了 就算念一生 阿弥陀佛也接 所以有人误解说 那那个经典说 师父你说说 善导大师也说 念一生十生 我超过了 我应该可以回家 这个是错解 为什么 善导大师说的是 你从你刚开始听到 念佛法门 你就是念到 你最后一口气为止 这个就是你的念佛时间 所以每个人的念佛时间 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几岁听到 这个净土法门 不知道 几岁高寿 不知道 所以就这么念 也不用去想 什么时候我要走啊 这个 这个也没有帮助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回家 唯一的条件 就是你持续念佛而已 所以这个叫时间 好 下面我们来讲 一心念佛 这个一心 很多人 就是卡在这儿 过不了这个卡 为什么 他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 在我们其他 释迦摩尼佛的 圣道法门的教法 这个一心很困难 你禅定的一心 那不是普通人可以修得到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一心念佛 是凡夫的一心 来我讲这个成语 你们都知道 这个一心就是始终如一 一心一意 对不对 好 我们中国人有讲 我们中国人有讲 这个忠臣对待皇帝 叫忠臣 不是什么 二主 没有二 对不对 好 我们形容这个人很尊杰 猎女怎么样 不嫁二夫嘛 这一听就懂 这是不是一心啊 他对他丈夫很坚珍 很一心 这个就是凡夫的一心 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忠臣一般的一心 猎女一般的一心 我绝不改变的一心 还有 我昨天在 这几天在想这个一心 突然间想到 哎呀 我们国歌写得很好耶 来我唱给你们听 最后两句 一心一德 冠却始终 对不对 以前我很爱看电影 每次都要站在那里唱国歌 一心一德冠却始终 就是净夫法门的注脚 就是一心 为什么贯彻始终 到你生命最后 一口气为止 是不是叫贯彻始终 什么叫一向专念 就是我只念佛 我没有改变 我念到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口气 阿弥陀佛来接我为止 这个叫一心 这样子的一心 你们可以做到吗 好 那么可以做到 你们就要这样 一信永信 一念永念 指的是你这一期生命 不能改了 你现在信了 不能改变 一信永信 你现在念佛了 一念永念 你不能再改了 你不能改玄意彻 我跟人家说过嘛 我们现在是坐在 阿弥陀佛大怨船上 对不对 你不坐船 你跳下去 你一定死 你自己选择淹死 再生死大海 那没有人可以管你 因为你自己跳下去 你不念了 你改变了 你假设你不改变 决定可以回家 所以这个是一心 好 那么我们下来讲这个很重要了 一心念佛的念佛 我刚才说了 凡夫本色的念佛 就是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样子呢 我现在形容就是 现代化是什么 有几种 广告词 现在都讲究天然 不要添加 为什么 天然代表什么 没有防腐剂 没有添加物 对不对 好 我们的净土法门的念佛 没有添加什么 这句佛号 功德足够了 你不需去添加说 我还要去修一些什么东西 这句佛号 可能不太够我的功德 我再去拜个颤吧 我再去送个经吧 我再去持个咒吧 不好意思 这种问题 阿弥陀佛没有要收 添加物 防腐剂过多 比如说比喻 我们不是说那个法门不好 因为你不需要添加 你就原汁原味 你就自然的 就你凡夫本色 就这样念佛 还有一个形容词 现在 也是现在的话 你就素颜念佛 你不用化妆 你不用装饰 什么叫装饰 你觉得我不够清净 你觉得我修的不够多 所以呢 我去 受个 这个 五戒啊 这个 菩萨戒啊 我去做所有其他的事情 装饰一下 你看 我很有修行 遮掩一下我的斑 我这个缺点遮掩一下 在佛面前 不需要 你不需要掩饰 你的习性 不需要掩饰你的罪障 你就是原本的样子 念佛 你就是这样念佛 就像我一直讲 那个对联 如意心正念直来 这是阿弥陀佛说的 我能忽如 你 就是这样正念 直心的来 你就这样念佛 你来一定可以到 我一定保护你 我保证 你回极乐世界 我们 是什么比较重要 往生嘛 对不对 那 这个人 觉得我有修没有修 重要吗 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伪装 凡夫就是凡夫 所以 我们这样的念佛 就像什么呢 就像 最纯真的孩子念佛 比如说 两三岁 开始会讲话的小孩 你说 阿弥陀佛 他就 他什么也不会想 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就跟你讲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这种念佛 就像你跟一只鹦鹉讲 南无阿弥陀佛 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也什么都不会想 他就直接学你说 南无阿弥陀佛 就这么简单 直接 这个就是 我们一心念佛的念佛 这样你们明白吗 就这样念 所以 因为这样 我必须讲到下面来 不用 去担心 你的妄想 很多很多人 都多想 我今天特别挑那四个例子 就是 全部都不想 没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当他知道念佛 他就只有念佛 他从来不提出任何 疑问的问题 任何像我们一般人会提的问题 所以 我们一般人都会说 我很怕妄念 所以今天特别讲 不要怕妄念 第一个是我有说过一次 很多人说 我念佛以后 妄念变多 不是 因为你念佛以后 念佛是光明 念佛以后 佛光照进来 照清楚了你的妄念 你妄念本来就存在 你念佛以后 妄念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就如同 光线当中的灰尘 对不对 光 阳光照进来 灰尘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灰尘本来就存在 阳光照进来 灰尘并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当你开始念佛 我们本来就是妄想的凡夫 它还是存在那里 只是因为这句佛号是光明 这个光明看清楚了 原来我有这么多妄念 所以不是你妄念增加 这是第一个要特别强调 第二个 这是一个静宗法师 他这个比喻 我觉得这个比喻挺好 他说呢 我们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如同我赶路 要往极乐世界的人 他说你看 一个在赶路 很着急的 我要往目标赶路的人 你会去管你脚底下 我这个路是脏的 是干净的 我这个路是什么样子 他说根本不会去管这条路 你就是一直往前 那你念佛 根本不会再去想 我的心清不清净 我妄念多不多 根本是多想的 就是念佛 不用多想 另外一个 这是法然上人这个比喻 这比喻非常的美 下面这三个比喻都跟月亮 跟流水有关 非常优美 他的比喻是这样 他说 如同一个水池 旁边长满了芦苇 长满芦苇 那空中呢 有月亮 这月亮呢 会照在水池里 但是因为芦苇太密了嘛 所以你从远远的地方呢 你看不到月亮 他比喻什么呢 这个水池 就像我们凡夫的心水 的水池 当我们开始念佛 阿弥陀佛这六字鸿鸣的功德 就像这月亮 他一定投射在我们的心水当中 虽然我们妄想很多 芦苇就是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妄想密密麻麻 所以我们远远的看 你就是一个妄想的凡夫 对不对 可是 他说把芦苇剥开 月亮一样在水池里 并不会消失 只要你是信愿念佛 这个功德一定投射在你的心水当中 不会因为妄想而有所减少 这样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念佛 虽然我们是个妄想凡夫 我们妄想很多 可是 你念佛 佛号的这个功德 一样投射在我们的心水之中 这是他一个这样的比喻 还有一个跟水一样 他说 水流很急 可是月亮 不会没有 也是水跟月 怎么讲呢 你看 很流 流得很急的这个水 譬如说 天空有一个月亮 晚上去看的时候 那个月亮的影子有点破碎 对不对 水流得很湍急嘛 但是 月亮的影子 会不会被冲走 不会 对 他就说 水流得很急 就是我们的妄想 因为我们妄想太多了 一个没想完 另外一个又来 另外一个又来 没有停止的妄想 一直过来 一直过来 但是 只要你信愿坚定 只要你真正有在念佛 你心水当中的这一轮月亮 它不会被冲走 不会因为你妄想多 它就不存在 只要你念佛 你这一轮念佛 信愿念佛 阿弥陀佛功德的这个月亮 它永远是在那里 它不会被冲走 用这样来告诉我们 不要怕妄念 好 再来一个就是 它说只要你坚定地 想要出生西方 就像水流流向大海 我们刚才是比喻说 比喻像水流流向大海 那样的一个自然 它说水流流向大海的时候呢 这个水会不会有很多的波浪 会的 很多的波浪 但是 它说 你水流流向大海 波浪并不能阻碍 这条水入大海 也就是波浪 就是我们的妄想 这条水流 就是我们坚定念佛 求生极乐的这一条心 你只要坚定了 水必然往大海流 你的水波再多 你的妄想再多 也阻碍不了你 所以 这几个比喻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不用担心妄想 你都不用担心妄想 所以念佛 你就直接这样念 就是这样念就好 我刚才那样讲 那现在我讲这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 你们要听 我觉得这四个例子 我很佩服这四个老人家 这四个都七八十岁 有一个九十九岁 有念佛两个月往生的 有念佛三年 有念佛一辈子 六七十年往生的 所以叫做时间不一定 但是相同的都是老实 他们没有其他的本事 只有老实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这个老仆 老菩萨念佛两个月就往生 往生的时候呢 八十七岁 重点是什么 当他开始念佛 他法喜充满 他可以念到什么程度呢 他在大年初一初二 往生之前 他大年初一初二 两天是不是四十八小时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 他可以这么八十七岁 四十八小时 不休息拼命念佛吗 很难想象 他法喜到这种程度 那因为没有休息这样念佛 结果呢 阿弥陀佛来把他带去旅游了一下 去极乐世界 先旅游一下 当他去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呢 他一直跟他的女儿 女婿 孙女 跟所有的人都说 极乐世界真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没有骗你 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初一初二 对不对 大年初三 很多人来给他拜年嘛 老人家嘛 他所有来拜年的人 他都跟他们讲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要念佛 那极乐世界 真的是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呢 因为他制成 所以他可看得到 他连西方三圣都不认识 你知道吗 他在人家给他拜年的时候 他去人家念佛的时候 他说你看 那三个很漂亮的人又来了 西方三圣 他连那三个都不认识 他说哇 三朵金闪闪的菊花 天哪 连莲花都不认识 还讲成菊花 西方三圣不认识 莲花不认识 这样的一个老胡萨 就一心念佛 他跟 他说 你们都没看见 很漂亮啊 很漂亮 谁看 别人当然看不到 你没有他的志成 结果你知道吗 大年初三 他就不想吃东西了 他因为老了嘛 然后初四 他就跟他女婿说 你辛苦一点齁 你在照顾我九天 我就要回家了 欲知实至有没有 好 你在照顾我九天 我要回家了 然后因为他的女婿 他的孙子全部不信佛 所以呢 女婿跟孙子根本不 不相信他讲的话 你的家就在这里 你要回哪一个家 而且还有人知道 哪一天自己要死的 他们根本不相信 好 结果 他一直强调 他一定要回家 他女儿有 学佛 所以他女儿呢 就去跟莲友讲 本来他们当地 有个风俗 正月 很忌讳呢 去送人家出病 对不对 尤其正月十五之前 那么元宵都没过 我去参加丧事 结果人家一听 哇 这老胡萨 欲知实至 所有的忌讳都抛开了 欲知实至 我去给他念佛 所以呢 他要往生的那天 来了非常多人 而且那天 瑞相很多 首先呢 他们家里的亲人 看到那个西方三圣呢 从 就是阿弥陀佛 宏观满面的 走下来 西方三圣 连吃海会的菩萨 都走下来 然后呢 你可以相信吗 瑞相就是这样 他的瑞相 他本来八十七岁 全部头发 都是白的 他往生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 头发变黑的 我要跟人家讲 不用去买世间上 那最好的染发剂 这个念佛 你最后 头发 百分之八十 变黑的 然后呢 脸上皱纹都消失了 这个普遍 这很多人都这样 然后变得 很年轻 然后 微笑 这种欲知实至 都是微笑走的 你们有看过 微笑走的 那个网上照片 有没有看过 我有看过 哇 我看到他也很赞叹 我心里想我也要这样走 笑得 笑得很开心 这样走 然后呢 他往生了三十多个小时 他这个头顶 全部还是温的 这个还不算 最大的瑞相在哪里 他女婿不信佛 我想他是要度他女婿 他女婿 亲眼肉眼肉眼 肉眼看到西方山盛 然后看到他这个岳母呢 在西方山盛前面 坐在一朵 非常非常超级大的 红色莲花上面 然后他这个岳母 还合掌呢 跟他道别 感谢他照顾了他 不少时间嘛 对不对 那么 所有来念佛的居士 很多人来念佛 全部的人 十分钟的时间 都用肉眼看到了佛光 就像我们 佛说阿弥陀经说的 这个 红色 红光 黄色 黄光 白色 白光 看到很多很多的 佛光 也有看到莲花 连他们把他送到 火葬场 这个路途中 这个佛光都没有停止 他去火化呢 烧出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舍利子 舍利花 舍利花 他念佛只有两个月 他什么也不知道 连西方山盛都不认识 连莲花都说成菊花 老实啊 他就念得很开心而已 他懂什么道理吗 他知道阿弥陀佛的本愿吗 他也没有去想过 有没有妄想 对不对 这一个 另外 一个呢 这个 念佛比较久 他念了 我估算他念了 应该将近七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 他三十岁的时候守寡 非常非常苦的一个人 而且带了一双儿女 那么他本来为了养家呢 他就养猪 养鸡呀 来维生 结果 他有一天 去寺院 这个 跟这个法师说 我很苦 我要出家 这个法师跟他说 哎呀 你世缘未了 你不要出家 你在家里 老实念佛 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法师的 送他一串念珠 他要回家之前 叮咛他一句 你记得 你要老实念佛 他把这四个字 奉行了六七十年 我等一下讲给你们听 他听他师父的话 到这样的程度 老实念佛到这种程度 他一回家以后呢 就不养鸡了 不养鸭了 不养猪了 开始吃素念佛 而且呢 他在佛寺初一十五的时候 都一定到佛寺念佛 从他 师父告诉他 到他往生 从来没有间断过 然后他念佛 念到那一串念珠 念 经过几十年不停地念佛 念到他往生之后 家人拿起来做纪念的时候 那个念珠有很多颗很多颗 都已经被磨到剩一半 你可以想象吗 经过六七十年 老实念佛 念到发亮了 念到已经很多颗都剩一半 那么他三十岁的时候 旁边很多人劝他 你这么年轻 带两个小孩 你再找人家 比较有依靠 他听他师父的话 他绝不 他就 独生 吃素 念佛 过跟修行人一样的生活 一直到他九十九岁这一天 他欲知十字 他生日是重阳节 那他重阳节前三天 就跟家人说 三天以后我要回极乐世界 把事情交代得非常清楚 交代什么呢 因为他们那里的习俗 九十九岁高寿 这个送账要怎么张灯劫彩啊 就是 他说这些我都不用 你们都不要给我这么做 然后呢 师父教我老实念佛 你们只要跟着师父念佛就好 也不用请师父开示 因为师父教我老实念佛 你们只要老实念佛就好 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呢 他说 我走了 回极乐世界 你们都不准哭 不准闹 要哭 要讲话的 全部到外面去 那他连他自己的衣服 他说你们给我穿素色的衣服 外面给我穿一件海青 他本来想剃光头去见佛的 他女儿说 哎呀妈妈 你没出家 剪个短头发 好 他是不是欲知实质 到了那一天 九十九岁 他生日的那一天 他们请家人帮他换好衣服 坐在厅堂大厅 他就躺下来念佛 大家 请大家帮他念佛 念了六个小时 他就往生了 往生之后 这种欲知实质的瑞相 都是你想不到 所有的人 来念佛的人 都是用肉眼 看到从西边 飞来三个彩色的光圈 没有看到佛菩萨的形状 但是彩色的光圈 从西边飞到屋子里面来 降下来 前后至少十分钟 然后呢 他念佛念了 他们念六小时往生 然后又念了二十四个小时 四肢冰冷 可是他的头度是温热的 这个是一般的瑞相 那 他脸是带着微笑 而且去火化呢 烧出了彩色的瑟莉子 因为他一辈子念佛 那么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是一个很苦命的人 是不是 三十岁守寡的人 经济不好的人 只是师父送他 他也不过一串念珠 也不过只跟他讲了一句佛法 老实念佛 这样的徒弟你会很安慰 这样我都不用坐在这里讲佛法 我只要说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那我的徒弟都已经预知十次 往生极乐世界 对不对 所以老实 老实很重要 你知道吗 印光大师说 念佛法门是最平常 可是最高超 你们要学愚夫愚妇念佛 不要学通宗通教念佛 什么叫通宗通教呢 宗门 禅宗 就是坐禅 因为那个时候民国 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 还很多人喜欢修禅宗 中国人很喜欢修禅宗 那通教呢 就是研究经典 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贡高我嘛 会觉得我很了不起 我懂很多 我修很多 可是印光大师说净土法卖 你要跟这些愚夫 愚妇一样 老实 第三个 老实的 这是一个出家人的爸爸 他走得很疏伤 他身份很普通 他的职业是什么 就是以前可能有那个木桶 要用铁去给他扎起来 有没有 就专门在绑木桶的 他就是这种平凡无奇的工作 就这样的 但是他这个人呢 平时做人很老实 就是他收入也不多 但是只要有需要的 他一定帮助他们 而且他教育儿女 就是你们守本分老实做人 然后教他们的事 你们绝对不能做伤害佛门的事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开始接触到佛法 他佛里懂得很少 但是当他接触净土法门 他就只有老实念佛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他75岁那一年 因为他的孩子是出家师父 出家师父呢 是很忙的 他要往生的前一天 刚好他的孩子有回家嘛 他也不敢 他不敢去做影响到佛门的事哦 他只是先问他的孩子说 你还要敢回佛寺吗 他的小孩没有想多 对他说对 因为很忙 我今天要回去 他就没有挽留 他也没有跟他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 都没讲 结果隔天呢 是这个法师的妈妈打电话 到佛寺说 你爸好像要往生 你赶快回来吧 他说怎么可能 我昨天才回家 他精神非常的好 人都好好的 怎么现在说往生就往生呢 好 他就赶快赶回去 赶回去他爸爸就说 我在等你啊 他爸爸跟他说 我在等你 然后 他是个出家师父 他说好爸爸 那我来送你 然后 他就拿出引信 他爸爸一听说 他的孩子要送他呢 他就马上 就躺下来 就跟着念佛 念了十句 本来没有拿引信 这个次去颠倒 念了十句之后 他爸爸眼睛睁开说 你没有打引信 他儿子把 这个引信拿出来 只念了三句 只念了三句 他就走 欲知十志 生死自在到这种程度 等我的孩子回来 送我 念佛 只念了前后十三声 他就走了 而且 他事后 这个法师问他妈妈说 你们怎么知道爸爸要走 他说他一到早 就搬着一张椅子 坐在门口念佛 就跟他说 以后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要走了 那你们呢 他们讲的是农历 你们农历十八呢 再送我出去 当地的风俗是三天出币 所以当天就农历十六 所以他妈妈一算 那应该是今天要往生 他也没有跟他太太说 我是今天要走 他只是说我要走了 以后事情都交给你 你们十八号 送我出去 就只有这样 那所以这个法师形容说 当他念了 就是三声佛 他爸爸走的时候 他说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说 我们说西方那么遥远 可是我爸爸 三声佛号 一步就跨越过去了 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说他那个感动 让他站在那里 念佛念了四个小时 他都没有动 他就是心中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感动 然后他回想 他爸爸这一生 就是这么老老实实一个人 当然他们因为爸爸 这种预知实质的人 网声瑞相 就是长相都非常好 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 因为总是要通知亲戚 所以他舅舅就来了 他舅舅一来就骂他妈妈 这小孩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这人没死 你叫人家来吊上 这个人活活的 好好的在那里 你怎么叫人家吊上 他妈妈说 他们家里人说 舅舅真的是死了 昨天就往生 他说你们骗我 没有死的人 长得那么好看的 然后他妈妈跟他说 不是只有长得好看 全身柔软 手指都柔软 这个舅舅就说 哎哟 那这样念佛 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开始跟他们念佛 祝念 因为他没有看过一个 往生的人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所以 他舅舅 除了渡到他舅舅之外 他这个法师 最后的一个结论 他说 我爸爸的一生 是一个老实芭蕉的人 平凡无奇的人 然后 他没有其他人 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从来不问 念佛那些 有的没有的问题 他说他从来不问 他就老实的念 而且他不喜欢讲闲话 他没有退休之前 他就一边工作 一边念佛 他退休了以后 他就专心念佛 旁边的人在讲闲话 他就会 对他们说 请你们不要讲闲话 不要影响我念佛 只有这样 他说我爸爸 走得这么殊胜 欲知实至 清清楚楚 正念分明 是不是 叫正念分明 就是我们所期望的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正念分明 就是他就是这个写状 这样的老实 走得这么好 我问你们 你们希望 让人家觉得 你样样条件都很好 没有往生 还是希望 做一个很普通的人 而往生 重点是往生 你往生了 就不枉费你这一生 学佛 就脱离生死轮回 最后这个故事 是我们台湾的 或许你们有人 曾经听过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故事很好 所以我还是 拿来今天讲 这是一个老菩萨 三年就往生了 这个老菩萨 不认识字 不懂佛法 他是因为 娶了媳妇呢 媳妇呢 有学佛 他们住在宜兰 媳妇是亲近佛光山的 所以呢 他就想说 要把婆婆呢 带去学佛 没有去学佛以前 他这个婆婆 这个老菩萨是怎么样呢 他都帮人家洗衣服 其实家里呢 并不是说 要靠他洗衣服来生活 但是他洗衣服 赚的钱呢 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民间信仰 都会什么 敬香团嘛 对不对 他很辛苦洗衣服 存了一年的钱 然后每一年就去敬香团 索尔的BOA 就是添油箱 把钱花完了 要回来继续洗衣服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所以 他这个媳妇想说 应该要劝我妈妈念佛吗 好 就把他带到宜兰 那个佛光山 那个道场叫 雷音寺 对不对 佛寺 好 这个雷音寺的法师 一样 送他一串念珠 说老菩萨 你要念佛 就只有这样 没有跟他讲 大道理 没有讲佛法 没有 他拿了那一串念珠 就带上了 对不对 好 后来他媳妇呢 家里弄了一个佛堂 然后他媳妇就拿一个凳子 要上班之前 就说妈妈 你坐在这里念佛 他老实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媳妇回来了 对不对 下班回来了 下班回来 做完晚饭 说妈妈吃饭 他说我可以起来吗 可以啊 他马上冲哪里 冲厕所 一助理一天没有去厕所 他就坐在椅子上 一直念佛 老人老实到这种程度 够不够老实 够老实连厕所都敢去 媳妇回来做完晚饭 叫他吃饭 他才冲去上厕所 那他一个礼拜呢 就六天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 他媳妇要上班 对不对 他媳妇每天要上班之前 就拿个椅子嘛 妈妈 你念佛 礼拜天 媳妇放假不用上班 所以没有拿椅子 叫她念佛 她也放假一天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 就坐在椅子上拼命念佛 还念了一年 她媳妇过年呢 就一样把妈妈带去 这个佛寺嘛 那佛寺过年 你们知道 都是拜那个三千佛 她也不认识字啊 什么佛 她根本不懂 那她已经习惯 坐椅子就是念佛 对不对 别人拜佛 她就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嘛 这个时候 在后面的法师 发现了一件 奇异的灵异事件 什么灵异事件呢 这个阿婆都不认识字 可是这个经书 会自动翻页 到某一尊佛 应该要翻了 经书自动翻页 自动翻过去 然后 然后这个法师想 奇怪 这阿婆怎么有这种 特异功能呢 是不是 好 第一年教育就算了 第二年 又过年了 媳妇又把妈妈带去雷陀寺 对不对 一样又拜三千佛 她是合掌 念南无阿弥陀佛 诶 经书又开始自动翻篇了 这法师就说 这有奇有怪 里面必然有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 就把老胡承呢 请过来说 老胡承 老胡承 你给我们大家讲讲学佛心得 你这功夫这么好 你有什么学佛心得 老胡承说的这个话 我觉得很平实又很优美 真是真的很好 因为念佛以后呢 你宵夜是会开智慧 他是这样讲 他是台湾人 我们用台湾话来讲 他说 学乎是现在 客家话 有客家人听得懂台湾话吗 听得懂 听得懂是吗 学乎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 我知道人生就像豆腐一样 这堆豆腐 掉下去就暖沟沟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生命要好好收心 有没有道理 讲得很好啊 我都还不会想到 用豆腐做比喻 你看我还输他 我没有想过用豆腐做比喻 他真的形容得很好 他第二段就讲 人生就像那个大水 瀑布台湾话怎么讲 我还不会讲瀑布 瀑布 他说像瀑布流水这样 他说呢 我们人在里面 就是随着水瀑布洗 他说我也是这样 我就是在水里面瀑布洗 今天我有博布 我媳妇 带我来学佛 我就是感觉 让人对水 把我勾起来 勾起来 看旁边 捞上岸 形容得多好 他也没有听过佛法 也没有听过彼岸的事情 对不对 也没有听过阿弥陀佛 要把我们从水里救出来 捞上岸 他们讲得都刚刚好呢 是不是 这形容得很棒 给他鼓掌一下 他现在已经 现在是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了 对不对 没有读书 没有文化 讲得这么好 这第二年 对不对 第三年 欲知实至 他还跟他媳妇讲 他说 那个 我跟你说 我要回家了 每个人都说回家嘛 所以我们说决定回家 对不对 他还讲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然后他媳妇 一时真的没有想到 他说妈妈 你是想回娘家去看看是吗 还以为是这样 他说 那一天 你把我的兄弟姐妹都带过来 我要注意 王导的银子请不吃 圆满了 台湾人是不是 台湾人家 银子是不是代表圆圆了 我这世人圆圆 我要回到极乐世界老家 然后他媳妇就问他说 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你说菜档啊 他讲的是佛寺啊 他说菜档那都是我的 兄弟姐妹啊 然后那天时间到了 对不对 他就自己煮汤圆啊 红豆汤圆 请他们吃 然后就说 你们大家念乎的 他也没有跟人家说他要走啊 他坐着就走了 做话 做话 请人家吃完红豆汤圆 坐着就走 了不起 是不是 老不老实 他懂什么大道理吗 不懂 他有没有问过说 我念佛有妄想怎么办 没有 他就他的本色念佛 对不对 他就老阿婆 他的本色念佛 念到这么殊胜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学习这样子 我们今天来听闻佛法 不就为老实念佛 能够往生西方吗 对不对 所以希望 我们大家跟他学习 可以吗 不过可以去上厕所 不用那么老实 到厕所都不敢去 好 再来 我们讲 那现在我们还没回家吗 我说了 你们要过念佛的生活 当你真正过念佛的生活 你会有很大的转变 这是我的体会 真的你一心靠佛 一心教给佛 你会有一种 很轻松 因为师父我是一个什么呢 我是一个过度有点完美主义 然后自己过度 把责任扛在肩上这种属性的人 过度负责任的这种人 那如果在 以前呢 很辛苦对不对 很累啊 因为你自以为 自以为了 其实根本 根本 根本没有这个力量 自以为什么都要自己扛 当你真正的了解这个法门 你知道 其实一切 都是佛在帮我们担 佛在帮我们扛 我现在很轻松 譬如说我们做这个 七月法会 其实绝灵众生很多啊 那以前呢 我们要做呢 张罗很多 当然该做的是我一样有做 是一样有做 只是心态不同 然后呢 也会 你自己会担心很多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功德圆满啊 能够让他们得到真实利益啊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会想很多 那么 你也会一直去 跟他们上香 跟他们做说明 但是今年呢 我自己 自己知道 我心态上非常轻松 因为全部佛会度 全部佛会单 他们一定可以回西方 我相信决定可以 我要做的 就是不断地 在劝导他们 升起信愿 好好念佛 这么多的事情 你要知道 这些亡灵 超度 不容易啊 如果不是佛的功德力的话 生病的生病 倒的倒 乃至于死亡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是业力凡夫 但是当你 全部交给佛 你会前所未有的一种 真正的安稳 安心 真正的轻松 所以现在 譬如说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 有的是人间的 譬如说 其实 我们这考验很多 这个都是修行的考验很多 譬如说人间的 那么现在不管任何事情 到我眼前呢 我都没有担心 那以前呢 我曾经 因为要处理很多事情 譬如说 接到一些 单位的信件啊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业力凡夫 我这个业力凡夫呢 心跳会加快 这样是要安稳 真的心跳加快 当然 下一个步骤就赶快来上香 上完香以后 心境会趋于平静 必然 因为我们知道佛法 对不对 可是 还是有心跳加快的 那么一个阶段 这是事实 可是现在呢 你知道说 我们只要尊教的佛义 我们只要这样去做 所有的一切事情 佛会安排 佛会担 那你也会很坦然的去面对 心态不一样 加上因为 你念佛以后 佛会调化 我跟你讲 这句佛号的 不可思议在哪里 当你一直念佛 自然而然 就刚才我比喻那些自然一样 因为这句佛号的功德 你一直在消夜增幅 这个人会产生这些改变 我以前说过 什么改变 它会变得越来越调柔 因为我们是刚强众生 对不对 地藏经 我们都是有灵有脚的 大部分都脾气很强 每人都有脾气 但是当你念佛 这句佛号会调化你 它的功德会让你变得调柔 你脾气会变好 然后你善根会变好 然后很多喜爱吃肉的人 他自己说要吃素 就之前我们讲 那个网上西方的月香 他公公那个例子 他是一个 已经进出医院多少次 出院了还叫月香说 一定要煮那个肉汤给他吃 他们是客家人 他一定要吃肉 可是呢 就是从我们拿念佛机给他 就只是放在他口袋 那个小型念佛机 没有多久 他主动不吃荤 连那个汤汁里有肉都不行 他只吃那个客家叫板 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东西 他只吃那个 然后就是只吃纯素的 并没有人要求他 自然 还有不止他一个 你自然会吃素 你自然呢会出池仲介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赵印光大师说的 我们老实念佛 我们出池仲介 我们一向专念 我们决定往生 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你念佛里面 他自然而然会有这几个变化 那么 有的人呢 他会变得 很多事情看得开 像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心境 安稳了多少倍 你会自然放得下 你会自然看得胎 你会自然定力增加 你会自然智慧涌现 所以那个有那个公司当老板 我说我告诉你 你要去开会之前 给自己五分钟 你就念佛五分钟 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让你等一下的决策是正确的 你就靠佛 因为很多人间的事很难决定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决定是正确的呢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投资方案 不会赔钱呢 对不对 好 你既然学佛 你既然念佛 你现在还在人间 你必须生活 你必须赚钱 你就靠佛 你交给佛 是这样的 全身心的我靠佛 我全身心的我交给佛 我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这样你会过得很轻松 很自在 很愉快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你感恩的心会变浓 很自然的 你会变得你愿意吃亏 你愿意 会变得你比较不会去计较 你会变得与人可以和平相处 过这样的生活 只要你真的一向专念 老实念佛 一定可以 你要知道这句佛号 跟我们的业障有一个比喻 这句佛号的功德光明像太阳 你看我们晚上 整个是黑暗的 对不对 叫慢慢长夜 对不对 你们听那个三宝歌也是 慢慢长夜 形容我们的轮回 形容我们的业力 可是当你太阳一出来 所有的黑暗无所遁形 所有的黑暗都消除 当你念佛 我们的业力 就被佛的光明给照破了 这个就是念佛法门 所以当你过念佛的生活的时候 自然而然得到这份的光明 得到这份加持 你不用求 我跟很多人说 你不用求 佛都知道 佛都知道 你在人间的事情 佛也知道 最重要的往生的大事 佛也知道 你在人间的事情 我跟各位讲 尽量少欲知足啊 反正人间 只是我们只是过客而已 我们只是因为 阳寿未尽 苹果还没有掉下来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那么 何必苦苦的向外追求 何必苦苦给自己 那么多的压力 那么多不必要的 一些造作 对不对 压力就像你造作 身口业的罪业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好好一心念佛 好 那么 最后呢 我们要跟这个 地藏念的绝灵 我们要一起 我们大家要一起呢 要跟他们说 请他们呢 一定要 生起信愿 要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心念佛 这么简单的念佛 你现在是恶鬼 就恶鬼的样子念佛 你从地狱上来 就地狱上来的样子念佛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什么样子念佛 阿弥陀佛一定接你们回家 你们明天一定可以回家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愿意念佛 那我们现在为他们 念佛实声 好不好 我们 来 我们大家一起合掌 来 南无阿弥陀佛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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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此实声念佛 功德至成回上 请求阿弥陀佛 接引地藏殿 所有的绝灵众生 让他明天法会圆满之际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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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